小妖弯腰捡起一节树枝 向她扔去 没好气地说了句 走呀 真是的 亏她找她找得那么辛苦 她就是来折磨她 让她难受的 翻过萧山之后 所有的植物 渐渐变得沉闷且压抑 而且越往前走 压抑感就越是严重 那些树都带着一种 被风扭曲的形状 挤挤挨挨地连成一片 树下是无边无际莫测的沼泽 隐藏在一层草垫之下 这些草根外边的不同 叶片坚韧如刀 游绿美丽 光透过树的下细照进来 打在草垫上 那些叶片就会升起一层浅浅的光雾 在充满气泡的沼泽中 阴晕弥漫着 非常漂亮 不要总盯着里边看 福先生扭头叮嘱他们 越往里边走 一种直观庞大 树身突兀高耸 开着黄花的树便越来越多 树下的草垫上落满了鸟与虫子的尸体 福先生停下脚步 看着面前森然伶俐的花树 神情严肃地说 这是血树 你们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轻易去碰它 正说着 一只鸟扑罗着从一棵树飞向另一丛直鸭 由于飞得太急 翅膀扇到一根树鸭上 那直鸭竟发出脆嫩多汁的断裂声 随着直鸭掉落 裂口竟喷涌出粘稠烟红的血液 鸟在这血溅中尖利地鸣叫了一声 便发出一阵腥臭污染落下 成为草地上的又一具尸体 而那树鸭断围的血液还在鼓鼓地 顺着血树庞大的枝干流淌着 就像是一个被杀戮后 满身血污的巨人住立在那里 众人看得瞠目结舌 紧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小妖的手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不去碰它 就不会有事 福先生笑了笑 与他们相处久了 也会觉得 他们其实也很漂亮 小妖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刚刚还见那树上的黄花泛着一层荧光 非常美丽 可此刻 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在这迷着荧光的黄花中穿行 她可不可以说 她好想回去 怪不得鬼明氏 能在大荒独立存在万年 这种美丽到可怕的地方 确实没有人能够消瘦 正走着 小妖忽见一个侍卫神色有些异常 仿佛看见了什么令她迷醉的东西 抬腿就要往一边的草垫上走去 她未及惊呼制止 福先生已转身出掌 一道白光 瞬间注入了侍卫体中 那侍卫如梦初醒般 颓然跌坐到地上 脸色苍白 满脸大汗 在她面前的草垫里 密密麻麻地 升起许多枯树桩一样的东西 小妖定惊一看 竟是数不清的鳄鱼的嘴巴 紧 她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迅速地闭上了眼睛 只感觉全身发紧 喉咙发干 紧连忙将她拉入了怀里 没事 小妖 福先生面露抱歉之色 看着惊惧不已的小妖 小心地说 先生在山外定然没有见过这些 害怕是正常的 她叹了一口气 似在说那些隐匿在沼泽之下的毒恶 又似在说自己 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生存之地而已 总得选择一种方式活着 不是吗 她傅又转身 对着众人说 这血树之花会使人产生迷幻 其实 她已经几千年没有开过花了 不知道 为何如今全部都绽放了 许是花期已到了吧 你们在这鬼水穿行 切记不要去酒釘某一种东西 那会使你们产生幻觉 小妖连忙将预防瘴气与置换的药丸 分发给了众人 叮嘱大家立刻服下 她回身看了一眼洛 洛一直跟在她身后 看起来神色如常 小妖松了一口气 井 这里全是树 树下全是草 它们又怎知哪里是鹿 哪里可行呢 井笑了 指了指脚下 你看看 我们脚下的草有何不同之处 小妖低下头仔细分辨 果见只有她们脚下的水缩草 长得跟山外的一模一样 叶片全然没有沼泽上生长的 凌厉尖锐 颜色也不似那般犹虑可人 小妖终于淤了一口气 至少 她知道自己的脚 可以放心地伸向哪里 就这里了 行进了半天后 福先生停下了脚步 望着血树深处道 待会儿大家跟着我 千万不要害怕 说着 她挥起手 一阵赤亮的白光龙在了空中 渐渐形成一个很大的光漏 向着沼泽飞移而去 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虚哨 顿时四周一片嘶嘶之声 沼泥中开始冒着细密的气泡 一条条五颜六色的毒蛇 带着泥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扑扑扑的 向那些巨大的血树缠绕而去 眨眼间 所有的血树上都缠满了花花绿绿吐着性子的毒蛇 小妖吓得头皮发麻 脑子一片空白 碎惊呼一声 闭着眼睛回过身就紧紧抱住了一个人 她觉得是紧 脑袋直往她怀里钻 一阵似曾熟悉的气息 弥漫着小妖全身 那具身体隔着衣衫透出的温热 如山间松林里弥散的阳光 带着草叶淡淡的味道 一时间竟让她有些恍惚也有些贪恋 这不是井身上的味道 而猝不及防的搂抱 也让这具身体轻微地记颤了一下 旋即变得僵硬 像个木桩一样一动也没动 小妖养起头 落的鼻息如蝉翼轻扑到她脸上 那双眸子身际如痰 只照着她一个人的影子 向柳 电光石火之间 她的心喊出了这个名字 而这名字又给了她瞬间的痛苦 落似乎也从她的瞳孔中看到了这种痛苦 听到了她在心中低喊出的名字 呆了一下后 嘴角浮起鸡翘之色 你小妖还为己反应 落以伸出手指拎起她的后领 就像从身上扯掉一只马黄似的 满脸嫌弃地丢于一边 小妖正愣着后退几步 身形竟然不稳 裂切着向后倒去 而一想着 身后泥泽中那密密麻麻冒起的毒蛇 脸色都变了 双手胡乱地向前抓 但落并没有动 也没有伸手 就那么看着她 任她向找泥中倒去 紧 小妖本能地惊呼 旋即就被一双熟悉的手搂住了 紧 小妖惊魂未定 没事的小妖 不要怕 紧温热熟悉的怀抱 让小妖觉得有种劫后余生的安稳 她心情复杂的邓向洛 为什么每次在她内心生起一抹情愫 想要好好待她时 她总能成功地将这好感从她心中抹去 那是沼泽呢 她就认她那么掉了下去 可恶 她居然救了这么一个冷血的人 还总是错将她想象成那九头妖 她真的比那九头妖讨厌很多 不对 小妖突然想起 香柳一直也很可恶 她跟井从来就不是一类人 唉 小妖长叹一声 为什么 她不能在心上真正放下那个妖怪呢 不经意地 总会想起她 福先生抱歉地回过身来 道 吓着先生了 没事 有我在 他们伤害不到你的 先生招这么多毒蛇所为何事 小妖不敢抬眼 周边的树上 全是密密麻麻缠绕的蛇团 一层层一卷卷地蠕动着 福先生用手一合 嘴里发出细微尖利的虚声 一道灵光闪过 那些蛇互相缠绞在一起 就如一条条粗壮的绳索 搭在了血树之间 而血树的枝丫迅速沿着蛇链蔓延着 坚硬着 成了一条条悬空的栈道 你们随我来 不要碰蛇到外的血树花 福先生飞身 变上了蛇道 站在上边望着他们 左耳 骆 与侍卫 立刻就跟着飞上了蛇道 小妖想着 要去踩那些软唧唧的蛇 全身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怎么也鼓不起勇气 来 别怕 紧握着小妖的手用力一紧 眼神中充满了鼓励 跃上蛇道后 就如置身于血树迷离的枝棺中 竟真的非常美丽 不知走了多久 血树渐渐稀疏 湛蓝的天空 开始大片地陷于头顶 四周也豁然开朗 血树外边竟然是一个 壁波荡漾的湖 湖水清澈透底 跟山外并无二致 一只雕花木船 正等在树林边缘 看见他们出现 撑船的汉子站起身 拿起了细长的竹膏 众人悉数上船后 福先生又一阵长须 那蛇道瞬间从林中散开 千万条蛇如雨点一般纷纷坠落 墨于沼泽 无影而无踪 鬼明氏就坐落在这鬼水中央 被无边的血树沼泽包围着 与外界隔离开来 这里 是鬼水中的一块陆地 与外边并无不同 千末交横 土地肥沃 也许因为这场瘟疫 看上去有些萧条与荒凉